来台湾出差的蓝宇民众 在机场等候班机 看看能否起飞 受到东北预风及闪电台风 外围黄流的影响 台湾往返蓝宇绿岛的 所有交通航班 2号中午到6号都是取消的状况 只能被迫滞留台湾 最近的船班跟航班的 就是取消的频率比较高 那你的工作怎么办 可能就是先 以照流程跑请假程序这样子 因为这个是无可避免 还是要等 由于这几天往返蓝宇绿岛的 海空运航班取消 造成民生物质品 面临短缺的现象 超商货架几乎被一扫而空 甚至有店家暂时停业 蓝宇居民表示 秋冬季节时常遇到这种情况 得要随时做好 囤积食物的准备来应应 这种天气一定会有 之前就常常在出现 所以就会有习惯会先存量 而且我们这里也有在 有些人部分会 就是自己有在种东西 就是会囤积可以大概 四五天到一个礼拜的分量 因为这部分算是离岛的一个特性 受限于天后因素 我们也是尽量在协调 船公司人海的时候 不影响航行的情况下 我们会尽力督导他们 来做加害的动作 我们会希望把这个 没有民生物资这个状况 伤害减到最低 航感局东部航务中心表示 2号中午前已载运回来 大部分滞留外岛的民众 目前仍有约100多位民众 滞留蓝远和绿岛 船班预计7号是天后状况 恢复行驶 空运则是以当天气候 再来决定是否起飞 原事新闻误解太多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